有这样一所大学 国难当头的时刻挺离前线 师生离散的时候自救图存 他们播撒文明的种子 闲歌不触 他们投笔从容 出没于硝烟烈火 他们修路架桥 利用专业之学 占着血于汗 谱写了一所大学的抗战之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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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稍微转一转 我问问它这个工程是什么 在围墙里面就是机场 因为在前面就是两三百米的地 两三百米的左边是吧 左边吗 所以外人都不能进 真的是十公里能进 只有十公里 这里是昆明乌家坝 一百年前建成的机场 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它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 却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我们在乌家坝飞机场还给我出不来的 当时高射炮打中了一架日本飞机 那架飞机一下子就从上岛栽下来 看见就是我们这个公共汽车这个地方栽下来了 完了以后我们这个公共汽车的话也不敢开了 停了完了以后把窗户都砸碎了 把我从那个窗户里扔出来了 扔出来了底下的话就是带我那个人也从窗户跳出来 揪着我就跑 随着陈纳德将军率领了美国飞虎队的到来 昆明现有的乌家坝机场早已不堪重负 1942年冬 政府决定在成贡修建新机场 这一重任落在了焦大唐苑 1923届毕业生龚继成肩上 那个时候的话飞行大队的飞虎队也都成立了 完了以后就说要新建一个叫在成雇 要修一个大的飞机场 就说这个的话还是龚继成 还有什么他手下的人 其实我爸爸是一个助手 他一下子飞机以后他就去拜会了陈纳德 陈纳德当初就跟他说了 他说我们飞机我们需要有一个很现代化的机场 龚继成被任命为成贡机场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 没有水泥 他们采取在泥土中掺石灰增加跑道厚度 在由人工拉动巨大的石碾反复碾压的办法 仅仅用了63天拥有两公里跑道和12座机库 以及宿舍、篮球场和娱乐场所的机场即告完成 成为飞虎队、十四航空队以及驼峰航线空运的重要基地 工济城因此受到政府传令嘉奖 早在1938年 工济城就作为杜振远的副手 担任滇缅铁路局副局长、副总工程师 兼第二总段总段长 1940年又调任西祥公路工程处副总工程师 在他的精心筹划和指挥下 西康省境内全长264公里的公路 仅用八个月及建成通车 受到交通部通电表扬 在成都大一县的建川博物馆 收藏着这样一批滇缅公路员司卡 第一章就是工济城 职务是滇缅公路公务局局长兼总工程师 1943年3月 也就是成贡机场建成不久 工济城又率领上千名工程技术人员 指挥十几万建设大军 开始了滇缅公路的修桥附路工作 1944年8月 为了配合反攻 工济城受命抢修汇通桥 日本人也知道 你们汇通桥要是接通的话 那你们国内的这些 所有憋住了近的都会冲出来 那么他们也就狂轰滥炸 所以工济城他的团队 其实就跟战场上的士兵 其实是一样的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 他们已经把自己的生死之之都安 他们想的就是炸弹一过 马上就再修 工济城身为局长 却身先士卒 亲临桥头 指挥施工队 在敌机轰炸的间歇进行抢修 五天五夜没有睡个好觉 经过18个昼夜的奋战 汇通桥提前通车 大部队渡过怒江 接连收复松山 腾冲和龙陵 滇西形势就此扭转 可以说 汇通桥就是整个滇西抗战形势的情语表 他的炸与修都留下了交大学子的身影 我们也是 工济城 工济城 这就是我们的学校 对 工济城呢 他是 你们就不要熟悉了 对 是电面公路的总工程师 对 他呢 因为在整个学校 除了抢修电面公路 工济城还相继兼任 中印史迪威公路工程处处长 和中印油管工程处处长 可谓千金重担 置于一人之间 这对于没有刘过阳 全靠实践中磨练成长的他来说 可谓压力重重 好在他手下的技术骨干 也大多是交大唐院的学弟 其中李温平为第一工程处副处长 1923届毕业生李洁财 为第二工程处处长 1929届毕业生诸国喜为油管处处长 中印公路也叫史迪威公路 由印度列多经缅甸密之纳 直抵中国昆明 全长1730公里 是中美合作的巨大工程 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 中印公路的重要性仅次于北非战局 这条公路又被称为直到东京之路 而北线宝山到缅甸密之纳段也称保密公路 则是Short Cut to Tokyo 直到东京之捷径 公济城的同班同学李洁财 负负责保密公路境外端的测量和施工 他参加过滇缅铁路西祥公路建设 此时又率队跨过国境进驻缅甸洒鲁 由于腾冲一带被日军占领 测量队深入敌后也许一去不返 公济城性格儒雅重情重义 他不顾生命危险 来到敌后小镇古勇为测量队送行 长亭古道千种叮咛万般嘱咐 一直目送他们消逝在高山密林 保密公路所经地段 都是山高临密的无人区 毒蛇猛兽出没 蚊虫肆虐 瘴气弥漫 自然环境十分恶劣 工程队89%的人染上过瘧疾 不时还有土匪抢劫 几乎每天都有人死亡 有一次因为这些身上里面都是有老虎出没 于是他们就以公济城的名字 就是当地的民众 说写一篇济虎文 说老虎啊 你在这儿骚扰我们是非常不对的 不仁义的 我们在这儿虚伪了什么千秋万代的伪业 然后最后下面是以公济城来署名 然后他们就焚香 然后就对着这个森林老虎经常出没的地方 大声的宣读 据说这个以后老虎就真的不来 施工机械和粮食全靠美军飞机空投 测量队不得不派专人爬山越河收集空投物资 即使这样也多有散失 数日断粮是经常的事 不得不靠狩猎维系生命 就连猴子也成了他们的盘中餐 完了以后到一个地方我就记得还有就是喝水 喝水的话弄一个大的那个油桶吧 那个那个那个汽油桶那种东西 完了一层沙子一层什么木炭 一层卵石什么东西完了以后就从山上引下来水 完了就喝那个水 这是中缅边境远史迪威公路保留下来的猴桥和当时的工坊 除了艰苦的环境 测量队还时常被日军袭扰 帐篷被烧 仪器被毁 粮食被抢 队员们只得躲入森林 等日军离开后再出来继续工作 史迪威公路通车前两天 最后的一处山崩塌 美国机械师笛林当场殉职 为了纪念它 此地改名叫笛林崖 攻继城李杰才联名技术此事 由国民党元老李根源书写 永久眷刻在石崖上 为了抢时间 他们边测量边设计边施工 抢在南县之前通车 比军委会要求的时间提前了40天 就是说我爸爸修通了保密公路以后 他说得到了密支那了 到了密支那 朝夕相处的战友们在分手之前 李杰才又向大家提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要求 他说我们这一伙人 那么今后呢 可能分散以后呢 就不一定都能够再见面了 但是我们所有的工程师 我们所有在这条道路上付出信息的事 当时是他统计了 应该是 加上那点应该是1500多人左右的 我们每个人写一篇文章 你不需要什么手法 也不需要什么 就你意到过什么 你觉得有趣的 你就完全把它写出来 然后就编了一本书叫 保密公路一时 就李杰才编的 这些工程师不仅专业精深 而且文才斐然 书法俊秀 搞建集齐后 李杰才亲自审定作序 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为后世留下了一部 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1945年1月19日 工济城李文平 与美军薛德勒克上校等乘坐的吉普车 驶过中缅边境 这标志着中印公路北线正式通车 他们在边境戒杯前握手合影 美国随军记者的相机将这历史性的一刻凝固下来 第一辆正式行驶在中印公路上的吉普车 载着两位唐山较大的学子 这不仅仅是一种象征 而是这所大学投身抗战的真实记载 在庆祝史迪威公路通车典礼上 我们在主席台上又看到了工济城的身影 它衣着简朴 谦逊平和的样子 将永久保存在历史的记忆中 腾冲史迪威公路博物馆 这里收藏着九根这样的优质钢管 它们是从印度加尔格达港 至云南洋街的中印输油管道的一部分 抗战时期 中国最为缺乏的军用物资是汽油 跌免公路通车时 汽油在运输中占有很大的抵重 公路中断后 仅靠驼峰航线运输 缺油成了大问题 为了打破封锁 1943年12月 全长2977公里的中印输油管道开始铺设 中方工程处处长依然是工继城 1929届毕业生朱伯喜 任副处长 工程处下设12个分段 其中6个分段长都是交大唐苑毕业生 中印油管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油管它跟开路不一样 油管必须要密封 必须要很好的衔接 然后也要直 所以尽管它不用很大的路基 但是它的选线和它的接壤和它的平直 和它的上下油有很高的要求 这也是一个非常坚决的任务 他们只用了半年时间就铺成了世界上最长的输油管道 沿途还建有抽油站20个 每天向村民输送油料1800吨 为最后战胜日本法西斯提供了物资保障 夜以继日的工作令患有高血压病的工济层身体大受损伤 他两年多没有休息过一天 紧张时几天几夜不合眼 以至于被甩下机普车 司机将他扶到车上 不一会儿就又睡着了 1945年10月18日 抗战胜利仅仅两个月 工济层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 在昆明不幸逝世 终年46岁 我祖母说的好像是一个下午 他们面对面在喝茶 吃一个面包 就在我祖母 感觉到我祖父把一块面包 放到嘴边的时候 他怎么就不动了 他抬眼望去 他就停止在那 赶紧再叫他 他已经没有反应 龚济层的大儿子龚启英 那时还不到20岁 正在平月交大读书 为了不影响学业 母亲没有通知他 还是同学把从报纸上 看到的噩耗告诉了他 昆明 重庆和上海的报纸 都报道了龚济层的死讯 中央日报的导念文章称 这是工程界的不幸 祖国的不幸 也是全人类的不幸 美国总统罗斯福称赞工济城 是中国第一流的工程师 国民政府也将他只用六天时间 就抢修通车的中印公路 新惠人桥更名为济城桥 以表彰他在抗战中的杰出工济 中国工程师学会追寻他 1945年度中国工程荣誉奖章 同样 为了表彰李文平的突出贡献 国民政府为他颁发陆海空一级奖章 甲种光华一等奖章各一枚 美军总部也向他颁发锦旗一面 美国总统杜鲁门为他颁发 同志自由勋章一枚 由于历史的原因 这门勋章一直保存在美国五角大楼 直到1984年7月 李文平才专程赴美 由薛德洛克将军将保存了38年的自由勋章 佩戴在他胸前 1990年7月 李文平将以上三枚勋章 证书及锦旗 全部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 自由勋章是美国政府向民间人士颁发的最高荣誉勋章 另一位获得此勋章的中国人 也是李文平的学长校友 他叫赵祖康 二战以后 杜鲁门颁发那个勋章 独立自由勋章 奖励中国二战队抗战公路 包括电面路等等 立下公级的工程师给了两块 就是赵祖康一块 李文平一块 这两块都是唐山交大的校友 赵祖康1922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学校 1930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 回国后历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处处长 交通部公路总管理处处长 公路总局副局长 开边虚筑路救国账书生 赵祖康用这样的诗句 表达自己追随孙中山 攻城救国的心愿 在中国近代交通史上 流传着铁路沾天佑 桥梁毛以生公路赵祖康的说法 可见他对中国公路建设的巨大作用 无人能够取代 那么这里面要提五条公路 抗战的战略公路 第一条西南铁路 西安到南州 第二条叫三西红 就是西汉公路 西安到汉中的 其实你知道吧 故宫博物院的撤退 西北 西南联大还有一个西北 北大为主叫西北联大 都是通过西汉路 撤退到成都再到重庆 抗战 电面路 那跟不谈了 当时民国政府定下来以后 我父亲交通部奉命 他就到昆明 荣云请他吃饭 谈妥 哪些中央政府出钱 哪些你地方政府配合 第四条战略公路是乐西路 从乐山到西昌 由于赶工抢健 赵祖康累到吐血病倒 写下了九院封臣殉祖国 宁甘耀耳送余生的诗句 也是在这个时候 赵祖康的大儿子 出生在大渡河边 他为其取名国通 这个寓意深刻的名字 大概寄托的一位交通人 最深沉的祈愿吧 他有一个汉语路 汉语路就是老爸提了两个字 秦传索悦 还有李白说熟到南 他对着李白讲熟到河南 宝鸡 陕西公路局长就写了个悲文 纪念祖康先生 在九电梁 宝鸡到汉州 叫宝汉路 从此就是来往于宝鸡到程度 一天可以到达 一日可还 穿山通道 不必登天 最好的是他那个碑的名字 叫路魂 公路之魂 就是唐苑培养的 抗战胜利后 赵祖康被任命为上海公务局局长 兼都市计划委员会 常务委员及执行秘书 从事市政建设工作 1949年5月24日 国民政府在匆忙撤退中 任命他为上海市代理市长 四天以后 他便把大上海 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 5月28日 定好下午两点 成义跟他交接 有的说三点钟 其实呢 我后来我分析两点钟 是会前的领导在小会议室 三点钟到旁边大会议室 因此正式的会 我父亲写是三点钟 除了毛以生 杜振远 李文平 龚继成 赵祖康外 还有数百位交大唐院毕业生 投身于抗战建设 并在其中担负重要领导工作 成为技术中奸 陈本端 1929年毕业 1944年 受命对滇缅公路延长线上的 24道拐进行改造 他用减弯改道 弯道加宽 综合排水 修筑挡墙的方案 将24道拐减少为21道 大大提高了通行能力 林同华 朱颖卓的同班同学 一班寺院士之一 他在重庆市南川县 这个巨大的天然山洞里 设计并制造了 中国第一架运输机 C0101 20架 仿苏式 E16型驱逐机 和30架训练机 中会9 陈大英的同班同学 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1年 到陆军机械化学校 战车研究所工作 1942年任所长 主持了战时运输急需的 汽车零部件的研制和生产 赵庆杰 唐山交大矿野系主任 1933年 在江南选址 并建造了江南水泥厂 七七事变后 他坚守在工厂 与德国丹麦友人一起 与日军周旋 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工厂设施 南京大屠杀期间 这座工厂收留保护了 两万多名中国难民 郑华1929年 出任唐山交大校长 曾参与修建 前唐江大桥 1933年 他主持修建了 南京浦口轮渡码头 使被长江天线隔开的 金户铁路 与金浦铁路连接起来 可直接通彻 这一工程 在抗日战争中 发挥了无可替代的 巨大作用 陈广源 赵祖康的同班同学 1935年 应杜振远之邀 任滇免铁路机务处长 兼材料处长 全集被派驻美国 购买铁路材料 德国战败后 他协助中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 蒋亭福 为中国争取到 6亿5000万美元的 救济费用 抗战胜利后 他回国担任行政院 善后救济总署 楚运厅长 后应陈纳德将军圣邀 兼任飞虎队 空运公司总经理 他与周恩来 关系密切 救济总署 拨付给延安的物资 全都是经由 他的手运输的 有人说 个人史就是国家史 家族史就是民族史 那么一所大学的抗战 不就是四万万 中华儿女的抗战史吗 我父亲母亲 他们把唐山交大 看作他们的家 所以把唐山交大的 一切的同学 把他看作 是他们的兄弟 在整个的抗战战争 的这么多年里头 我没有看见 我父亲母亲 什么愁眉苦脸过 也没有看见 他们发怒骂人过 我觉得好像他们都说 过得很高高兮兮的 这么过来的 好像根本这个战争 就没有在他旁边进行过 我们也逃过警报 我们也逃过难 我们也遭受过 这个日本鬼子的这个轰炸 所以我就说吧 这个国家 如果不是这样子一些人 从那个废墟上面站起来 有我们今天吧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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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